大家好,我是朱老师 现在是秋季 鼻子过敏又到了一年中高发的时候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打喷嚏 流清水样鼻涕 鼻子痒,鼻子不通气 这个的确是让你非常难受 在尊医组治疗的同时 我们在日常中也可以加上血位辅助 在传统养生里 鼻子过敏这个情况 其因在肺 与脾关系较为密切 所以我们要养肺调皮 帮助调节鼻子过敏的表现 平时我们可以点油 风腐穴,太白穴 下面大家和我找一下这两个穴位 天腐穴属手太阴肺筋 在臂内侧面 夜前纹头下三寸处 就在这里 脚道穴位 用拇指指腹 力度适中的点油 左右手臂的天腐穴 每次各点油十分钟 点油天腐穴 可以调理肺气 安神定制 对鼻子过敏很好 太白穴 脾筋的圆穴 在竹内侧圆 当竹大指本节后下方 刺白肉计凹陷处 脚道穴位 用拇指 消消用力的点油 左右脚的太白穴 每次各点油十分钟 脾负责调韵五股精微 也就是营养物质 和我们的免疫力 密切相关 免疫力好 才不容易过敏 所以半凡过敏的人 都要健庇 好 以上两个穴位 对鼻子容易过敏的人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坚持做 就会有帮助的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